哈喽哈喽哈喽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全媒体运营师的课堂 今天是我们全媒体运营师的第节课了 同学们第五节课了 这节课我们讲这个视频号 视频号的快速上手攻略 之前我们讲了什么呀 有抖音是不是有这个公众号 然后也让大家操作微博了 这次我们讲这个视频号 大家把555打在公屏上 这是我们的第五节课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节课主要的内容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依然是非常的 内容是非常的多的 然后一节课 新典老师把这个视频号给大家讲解清楚 然后我们这节课会讲 第一块认识视频号 第二块讲视频号的价值 第三块叫视频号的创建证 第四块讲视频号的定位 依然会讲定位 然后第五块是视频号引流增长 第六块就是视频号是如何变现的 OK 依然我们先正式课程开始之前 看一下我们同学们的作业 我发现我们这一期班级 真的同学们非常棒 你看交作业交的也不少 20多份作业 国庆期间也没忘了交作业 上节课我们讲活动运营 让大家通过微博策划一个抽奖活动 看一下我们同学们做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同学 冰美式的香鱼巧克力的作业 看一下他的 大家看一下他的作业 大家一看是不是就非常的专业 你看整体 你看有这个话题 有主题 小云朵半睡灯半你入睡了 点赞加高中抽奖了 看一下 他不但是有这些抽奖的文 他而且主要他有这种描述的这种文 而且有这个牌板这非常好的意识 并不是说为了抽奖而抽奖 对不对 看一下10月15之前 有时间节点 点赞加关注 揪一位小可爱 你看这种语言 就是非常我们新媒体的语言 对不对 这叫有王管 揪一位小可爱 对不对 给你贴心的陪伴 快来关注我 有抽奖详情 加了礼物的照片 这个就能达到 这样的微博小编 就值2万块钱 ok看 这是抽奖详情的设置 很好 ok 这是我们其中一位同学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开心果的 开心果的 看一下 现在我们同学真的很棒 你看这些文案 这排版一看 就是非常专业的运营发的这种作品了 看这是开心果美食的 他的定位也是美食 看话题美食分享 今日甜点来了 孩子们说吃小面包了 马上安排 这语言 ok 加了很多这种语言 然后这排版也是 在线的 包括的文案的完整性 开奖时间 奖品 对不对 参与方式都有 本次最可爱的 那个新人会是谁 对不对 加了这些海报 非常好的一个作业 抽奖设置也没问题 这个是抽知乎会员的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不错的同学 几乎都没有说特别不好的 作业真的都很好 你看随便找一个同学 看电影文案里归图 对不对 抽奖了 你看排版都是在线的 大家看一下 非常棒 我看比微博抽奖平台里面的转发的 还要标准 对不对 还要在线 ok 所以我们这次 当然像我们有的同学 可能就是比较简单 不过也是非常完整的 对不对 转发加点赞 对不对 然后关注我 然后开奖时间有 然后免费证底 免费时间照底色一份 对不对 也是结合了自己的技能 就是文案可能稍微简单 但是也是非常完整的 反正也是达到标 标准的 所以咱们上次的作业是非常不错的 ok 然后看了我们同学作业之后 我们来继续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视频号 我们这些课一是为我们视频号做定位 依然是要做定位同学们 然后第二个就要分析三个对标账号 之前我们讲定位只是新人老师给他说 你要找对标账号 对不对 你要做定位 但是如何找对标账号 找到对标 找到对标账号之后 我们如何拆解一个对标账号 这节课我们要详细的讲 一步步教大家如何拆这个账号 然后最后是创建我们个人的视频号 今天我们的作业也是要提供我们视频号的主页截图 好 第一部分认识视频号 ok 视频号其实现在已经走起来了同学们 因为 视频号是微信生态的一个战略局产品 因为之前视频 我们说抖音和快手崛起 然后抢占了用户的在线市场 是不是 在抖音快手崛起之前 大部分用户的时间都在微信上 因为我们知道用户的注意力时间是有限的 他刷了抖音 刷了快手 是不是就不会刷微信了 所以为了抢占用户时间 所以微信也一直在推出这种短视频的这样的产品 什么微视 反正各种短视频的产品推出了好多 但是都没成 视频号这是成了 ok 它是一个可以记录和创作的平台 是一个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介绍 是一个结构化的视频内容的载体 这是张晓龙说的 ok 我们看一下 微信生态形成壁环了 通过这个视频号 看他外面有我们的公众号上级课我们学的 有这个小游戏 有看一看 有朋友圈 小程序搜一搜 微信支付 这里面就是个视频号 把他们整个连接起来了 ok 朋友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有知道他的吗 朋友们 这是中国最牛的这个产品经理 如果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互联网行业的话 应该知道他 他是微信之父 张晓龙 微信之父张晓龙 然后也是中国最牛的产品经理 然后 号称 北渔金南晓龙 余君就是百度百度的那个产品经理 他他那个创建了那个百度切拔 这样的百度知道这样的产品 他就是创建了这个 微信 微信 这是张晓龙 然后 这是张晓龙在那个 在那个微信之间做了一个演讲 张晓龙他每年会出来一次做公开演讲 他公开露面的机会很少 但是他每年针对微信都会做一个公开演讲 他怎么说的 视频化表达是下个时间内内容领域的一个主题 然后 时代在往视频化表达的方向发展 对于刚刚诞生两年的视频号 微信官方也给予了 C位的一个重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张晓龙的一个 表达 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做一个内容的载体 并且让视频化成为个人和机构的官方网站 那你首先有自己的官网平台才能够来帮你 所以 所以跟你之前在网页里面做一个官网不一样 你做个官网你可能只能去买 比如说搜索引擎的搜索才能有人访问 但是在微信里面 就我刚刚说到微信里面是集合了很多产品 可能没法尝试的东西 所以不用太担心自己的内容在这里没有人会看 视频化表达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 变成很多普通人的一种习惯 那我们看几组数据可能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在微信里面 最近五年每天发送的视频的数量上升了33倍 朋友圈里面视频的发表数量上升了10倍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这种短内容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想 我们不应该基于短的文字来做 而是应该基于视频化的内容来做了 所以视频化的表达可能是下一个十年内容领域的一个主体 视频文件这种东西以后可能是会消失的 但是对于未来来说 视频的格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OK 我们看了一下 简短看一下的视频 他就讲了这个是未来十年 就是一个视频化表达的十年 大家知道微信总部是在哪里吗 同学们 你知道微信总部是在哪里吗 有知道的同学吗 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们知道张小龙他是微信之父 他也当然也是那个那个腾讯的高级的这种高级的这种管理人员 高级的管理人员 就是他当时是做那个Foxmail Foxmail 然后后来被那个后来被那个马化腾给挖的了 做那个Q油箱 他是他也是做Q油箱的 他做Q油箱做的体验非常成功 知道吧 他所以呢 他又开发了这个微信啊 所以他是绝对是中国的那个那个产品经理啊 最知名的产品经理 同学们说是在深圳啊 我们知道啊 那个腾讯的总部是在深圳 但是微信的总部是不在深圳啊 微信是在哪 是在广州啊 因为信任老师之前在广州工作过三年 他就在广州客村那一块啊 一个创意园里面啊 微信总部是在广州的 为什么微信总部是在广州啊 因为张小龙就喜欢广州 他不喜欢深圳 他就喜欢广州的这种烟火气息 本土化的这种生活化的这种气息啊 所以啊 他的总部就在这个广州 因为他不愿意去深圳啊 但是每次开会啊 要去什么深圳总部开 去肯定就是单独配车 再接他去那个深圳去开会啊 所以肯定是完全满足这个 这个张小龙的这个需求 因为他他是中国 他是那个移动互联网号称第一张船票 就是这个微信啊 微信他是第一张船票 对不对啊 就是让那个让GQQ之后啊 腾这个腾讯公司啊 没有被这个移动互联网给落下 那百度就那个没有赶上移动互联网吗 而腾讯就有这个微信这个战略级产品 对不对啊 OK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视频号的价值啊 看一下啊 在微信生态里面啊 视频号连接了公寓的小程序啊 同时也连接了个人的这个微信啊 他是成为那个个人小世界和公寓大舞台的内容中台啊 这个中台其实在我们这个互联网行业行业经常会讲这个词 也是专有名词啊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示意图就明白了 这是视频号啊 视频号 他是连接一是连接私欲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小世界 微信群朋友圈 微信好友啊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号发到微信群里面 发到朋友转发到朋友圈里面 转发给呃 微信好友都可以的 哎 然后呢 他连接了公寓的大舞台 公寓的流量啊 微信公众号 对不对 哎 我们上节课啊 我们之前讲过微信公众号 哎 我们视频号可以绑定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 哎 也可以连接小程序 也可以连接这个小游戏 然后当然也有这个视频号的直播 视频号直播 你可以这个进行带货 哎 然后也有这边有这个搜索搜一搜看一看这些啊 哎 这是这个视频号的战略地位啊 连接了 私欲和公寓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嗯 视频号的这个价值 第一个就是为与公众号打通同学们啊 我之前为什么金老师让大家呃 这个注册公众号啊 后期我们视频号的话也会用到啊 大家可以关联一下自己的公众号啊 啊 OK 可以在视频号中选择显示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名片 然后也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插入视频号卡片和直播预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虎秀网的一个公众号主页 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公众号主页旁边是不是有个视频号啊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他这是不是有一个公众号啊 这视频号也可以关联这个公众号 嗯 看一下啊 哎 然后添加体验微信 看这有这个 这有这个今夜呃五点十七点直播 对不对啊 你的这个公众号上也有你视频号直播的这个信息 都可以显示出来 都打通了 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打通了啊 非常好用啊 然后视频号与公众号绑定之后啊 公众号粉丝可以在订阅号消息中看到视频号的视频 最大限度的交叉导流 相互导流 相互导流啊 哎 我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演示 大家有没有在 刷这个刷这个订阅号的时候啊 进入我们订阅号 这个呃栏里面啊 有没有见过这些啊 就是啊 正在直播当中啊 看一下这是正在直播当中啊 我给大家试操一下吧 ok啊 看一下如何绑定 如何绑定公众号 大家记住了啊 如何绑定公众号啊 首先进入这个是我们影视学院后期的一个呃 一个微信啊 一个微信 首先点击我同学们点击我右下角有一个我 然后点击视频号 点击视频号 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点击哪啊 右上角三个点 三个点 点击三个点啊 进入来了啊 看啊 哎 你在这儿啊 在是在视频号 资料页 可以展示直播数据啊 就是你的直播进行了几场直播啊 它会显示在你的视频号的资料页 你可以打开也可以关闭 然后在个人名片上展示视频号 我们同学们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公众号而来呃 来展示我们的视频号 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啊 一些人的朋友圈 下面是不是能看到他的这个视频号啊 我们随便找个找个人试一下吧 我找一下这朋友圈里面的 比如这个 哎 这个没有视频号 那这个他就没有视频号 同学们啊 我再找一个啊 哎 这个就有视频号 大家看一下啊 你可以展示在你的个人主页啊 个人主页视频号 对吧 既有朋友圈又有视频号 你可以展示 嗯 这是他的一个 视频号 OK 然后我们继续进入啊 啊 点击进入视频号 右上角三个点 点击这儿啊 你就可以显示在你的个人名片上显示你的视频号了 然后我们如何关联公众号呢 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啊 点击账号管理 然后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绑定的公众号 同学们 点击绑定的公众号 OK 你就可以绑定了 看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去绑定 大家注意啊 绑定的这个公众号 和你的那个视频号 他们的管理员啊 都都都是同一个人啊 都是同一个人 呃 意思就是说啊 你的这个公众号是你是管理员 你这个视频号 你也是管理员 都是同一主体 去绑定 然后你可以搜索啊 你看我的是军中小五对不对 你可以搜索 点击 然后点击绑定 按照它的操作 扫码操作完成就可以了啊 今天我们的作业也会要求大家提交你的这个视频号的主页截图 是绑定了你的公众号的 要绑定好你的公众号啊 所以啊 在这个账号管理里面 绑定你的这个公众号 OK 哎 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这儿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你看一些呃 那个视频号 视频号下面是不是经常会有添加体业微信这个界面啊 同学们 来看一下 添加这个企业微信 你看 添加企业微信 可以进行私域管理 对不对 沉淀用户 让他进入你的群啊 或者进入到你的这个呃 朋友圈里面 你就可以就是啊 以后再进行一个营销管理 发朋友圈之类的啊 像大鹏也一样 大鹏不是也是让大家进入 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嘛 对不对 哎 我们如何绑定这个添加企业微信呢 一样的 是在这啊 在这个呃 账号管理里面 点击账号管理 哎 然后这有一个绑定的企业微信 OK 你可以去绑定了 就可以去绑定这个企业微信了 OK 哎 主要是如果我们 因为我看我们同学们之前弄的账号 有做这个装修的账号 有做这种呃 有有那个好物分享的账号 你真的可以就是啊 绑定一下企业微信啊 这样方便你进行这个用户的管理 沉淀用户进行私欲引流到私欲啊 所以啊 如果你是做营销做销售的 很有必要绑定一下企业微信 OK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就是如何绑定公众号啊 如何绑定这个企业微信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刚才已经说了 如啊 和企业微信打通啊 刚才也也给大家引导操作了啊 这个对企业销售人员推广有很大的意义啊 员工可以在企业微信的个人资料页上 关联这个企业这个视频啊 啊 企业视频的 企业视频啊 企业的视频号直播间也会出现在导购入口 消费者可以一键接入啊 啊 刚才也介绍了 如何添加这个企业微信 这个比较简单啊 OK 然后我们说一下就是 如何创建啊 如何创建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视频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注意点击发现 点击发现啊 如果我们想进入创作者服务中心啊 必须点击这个发现 在这个入口进入这个视频号 同学们 视频号 点击右上角 这个小头像 同学们啊 点击右上角小头像 诶 在这啊 你可以点击 如果你之前没有 如果你之前是没有就是发过这个视频号的 没有创建视频号的 在这儿 就是可以创建 进入这个界面 点击发表视频啊 你就创建了你的这个视频号了 创建了你的这个视频号了 创建了你的这个视频号了 有利于商家推广自己的这个小程序商城 或者呢 你自己没有小程序 我们大部分同学没有自己小程序 对不对 也没有小程序开发的能力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带货中心实现无货源的带货 带货中心实现无货源的带货 这个很重要 今天我也会让我们同学们 结合自己的账号定位 在带货中心里面进行选品 然后添加到你的商品橱窗里面 添加到商品橱窗里面 这就形成了一个壁环了 从你的内容创作到这个变现 后期我们的课程会专门讲 这个直播带货实操 我们就是给予这个视频号 进行直播带货实操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如何选品 如何添加到这个商品橱窗 我现在新陈老师就给大家操作一下 如何通过带货中心来带货 好同学们进入到通货 注意是通过这个朋友圈点击视频号 点击这个头像进入创作者中心 大家注意创作者中心 然后看一下创作者服务这 这有一个带货中心 同学们啊带货中心 选择带货中心 然后这有一个去选品啊 去选品这里面都是无货源带货的 无货源带货的 只要你带货后期的这种售后客服物流都不需要你操作 你就只需要赚佣金就行了 都不需要你操作 OK去选品 我们首次的话 需要你那个验证一下自己的这身份号 首次的话 你开通这个带货中心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 我这之前已经就是验证好了啊 大家点击去选品 去选品啊 OK 我这个账号是大鹏影视的账号 同学们 我就是考验一下我们同学们的选品一上 我这个是大鹏影视后期的一个账号 一个视频号 大家刚才看到了 不是大鹏影视后期的 对不对 这是我的视频号 来看一下 叫大鹏影视后期 看我发的视频号 这个呃 发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内容呢 都是我们影视的一些后期 一些特效的这种视频 我这样的话 我可以带什么样的货呢 同学们 思考一下 打在公屏上 我可以带什么样的货 同学们 我要去选品 我要想添加到我的商品橱窗 我要带什么样的货 同学们 大家觉得我应该带什么样的货 思考一下啊 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账号定位 进行一个带货 你就在这个选品中 你中心里面搜索 关键词 没错 就是 三二不货 三二不货同学说的 对啊 我就要带这个课程或相关书籍 对不对 比如说我输入影视后期 比如我们大鹏 大鹏 有自己的影视后期的这种教材之类的 影视后 我应该用这个打 影视 后期 后期 搜一下 你看一下 数字影视后期 制作 看一下 他这个售价是69 你可以带一本书 可以赚6块多 对不对 就是动画影视教程 这项看哪个和自己的这个定位相关 添加到橱窗 OK 就添加上了 这有什么AE的教程 这个赚5块9 加橱窗 OK 就添加上了 大家看一下 大家在这个橱窗管理里面 我就刚才 刚才添加的商品 就添加上了 对不对 看一下 这个带货中心带的 其实都是什么当当 什么唯品会 大家能看到吧 对吧 唯品会 就是他们的这个货源 当当的 你看这个这两本书都是当当的货源 你只需要 这个赚赢金就行了 你不需要管这种物流 这都有他们来操作 这是叫无货源带货 无货源带货 OK 大家一定去选品 也是在这里来选品 来这里来选品 结合自己的账号定位 大家先把这个橱窗 先关联一下这个商品 后期我们视频 直播带货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 大家先把我们视频号 先开通 好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何添加商品橱窗 如何去选品 好 刚才介绍了 创作中心 然后带货中心去选品 就可以添加商品橱窗 大家注意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 是无货源带货 我们是个人 个人是无货源带货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想上架我自己的产品 我有自己的货源 那就需要什么 同学们 那就需要你开通视频号小店了 同学们 开通视频号小店 要注意了 需要有营业执照 你个人是开通不了视频号小店的 个人是开通不了视频号小店的 需要有营业执照 这样你才能够带自己的货 带自己的货 否则的话 我们个人的话 你只能是带别人的货了 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小店 OK 其实刚开始 那个微信小店 其实是你 你是不需要 营业执照也能开通的 但是后面它会越来越严 越来越严 现在开通中视频号小店 需要营业执照了 OK 这是我们所说的 视频号的价值 可以关联公众号 企业微信 我们可以进行关联 选品中心 OK 有同学说 就是个人也可以开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个人可以开吗 好 咱们可以操作一下 视频号小店 这是视频号小店 我们操作一下 有可能改了 之前是 之前是只有企业才能开 我看一下视频 视频号小店能不能 看一下开店任务 田姐开店信息 需准备营业执照 身份证 管理员信息 所以视频号小店 现在个人还开不了的 上传主体信息 我同学可能说的是微信小商店 但是注意 微信小商店逐渐就要淘汰了 因为现在是他视频号 要重新弄视频号小店 你才能够带货 OK 所以视频号小店 现在还是需要营业执照 我们没有营业执照 没关系 我们进行无货员带货 对不对 在选品中心 自己选品结合 我们自己的账号定位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视频号的创建和认证 有的同学 可能找不到视频号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发现页里面 有没有视频号 找不到的话 说明你的视频号还在小黑屋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OK 他有的同学 他在朋友圈下面是有视频号的 有的同学是没有的 没有视频号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视频号在哪找 点击我 点击设置 点击通用 然后点击发现页管理 这个里面 然后这里面 你就可以打开 视频号 你可以关掉 也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这个发现页里面 就有这个视频号了 如果你发现页里面没有视频号 说明这个没打开 包含这个直播 扫一扫 朋友圈都可以关闭的 对不对 有的人就不愿意发朋友圈 也不愿意看别人的朋友圈 对不对 可以关闭 这些都可以在发现页管理里面进行 进行设置 OK 然后刚才说了这个建立账号页面 就是你点击那个发那个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 他会有一个创建 创建的个人的主页的页面 也是需要你填写这个名称填写这个头像 填写这个简介 这个我们轻车收入了 对于我们来说 对不对 这些东西 好 然后如何发表这个视频 一样是点击视频号 点击右上角头像 点击这个发表视频 好 然后我们视频号创建之后 有的同学想要认证一下 看一下我们视频号是如何认证的 然后思考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认证 OK 点进入发现页管理 进入视频号 点击头像 点击创作者中心 刚才我们去选品的话也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 点击更多创作者服务点击更多 然后看一下账号管理里面有个认证同学们有个认证点击认证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视频号个人认证的话分两种个人如果我们个人进入认证的话 第一个就是兴趣认证适合个人申请如美式博主互联网自媒体的也可以进行职业认证适合个人申请如军东元演员作家等我们有的同学是律师 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律师的认证是没问题的只要上传相应的资质证书就可以 我们先看这个兴趣认证点击进去 看一下 兴趣认证他需要门槛的近三十年发表一个内容没问题 有效关注数在1000以上对粉丝量有要求 得1000以上粉丝你才能认证 什么叫有效关注数 就去除那些可以用户外挂刷量和僵尸粉的这些用户 然后 你填写简介这些都没问题 你就可以认证了 然后可以看认证提交的这个资料 这是兴趣认证 看一下兴趣认证有哪些有自媒体的什么互联网自媒体科技自媒体职场自媒体 我们博主主播对不对 这些 提交 然后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这个 美食职业认证职业认证点击进去 看一下他要是什么 这个职业认证比较简单对粉丝是没有要求的 因为他只要求你有相关的职业资格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律师 你是会计 然后点击确定开始认证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哪些 哪些行业可以进行职业认证 比如说你是导演制片人 编剧这些都可以啊 这些都可以啊 这些都可以进行职业认证的品酒师调酒师咖啡师这些都应该有相关的这个执照是吧法律律师对不对啊 按照他的要求啊 一步一步的进行认证就可以啊 看持持有效律师职业证 看 你需要提交这个啊 嗯 OK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认证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个人认证的账号会根据粉丝的不同显示不同的认证标记啊大家看一下这个V这个V他其实也是个V啊当粉丝达到1000的时候会有一个空位的认证啊达到5000的时候会得到灰位的认证达到1万的时候会有黄位的认证 所以啊当我们看到视频号他的认证啊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析出他大概有多少粉丝啊黄位是1万以上空位是那个1000啊然后灰位是5000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账号大家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空位啊一个认证一个空位他是呃他是多少粉丝同学们他是多少粉丝 啊这是一个空位生活博主他是多少粉丝呢是不是1000以上5000以下啊看一下这个卢大佑啊这个是个黄威是不是1万以上的粉丝了对不对5月签的认证的啊乐队啊这都是1万以上的呃1万以上的这个呃1万以上的这个呃1万以上的这个粉丝了我们认证认证都需要1000啊认证至至少1000啊只要是认证的都至少1000的粉丝OK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机构认证机构认证的就是蓝威认证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进入这个视频号创作者中心然后认证 直播数据 点击更多点击认证 然后这有这个企业和机构的认证啊啊你可以有着公众号辅助认证如果你公众号已经进行了企业认证啊你这是可以进通过公众号进行辅助认证啊 这里面啊啊这是企业和机构的这个认证 OK 然后 呃我们讲第4块内容啊就是视频号的这个定位视频号的定位啊 这个 这个我们应该不陌生了我们进行这个呃全媒体评费运营啊第一步就是定位 看一下这个包含哪两步啊第一个进行账号定位第二块进行账号的这个搭建 嗯 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号账号分量啊 就分为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个人号网红带货个人ip打造像我们的肯定就是弄一个个人号营销号就是个体公众号 个体公众呃个体公众商户企业对吧 以打造爆款内容吸引人粉丝流量啊 从而打广告或者卖产品服务啊 这是一些做营销推广的对不对 还有一些就是官方号啊主要做这个品牌啊以输出口碑扩大产品和品牌的曝光度对不对 比如说人民日报啊这些机构他们都是还做这个官方的这种账号提高产品的转化力啊 然后啊内容上要选择围绕产品和品牌作为宣传主体结合实施在呃在围绕产品和品牌输出内容啊 是说的是这个官方号啊 我们自己呢就是注册一个个人号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呃那个账号定位啊账号定位第一步先做个人ip拆解啊 先拆解再包装啊然后确定内容领域及方向选择你适合或者喜欢的垂直细分再细分啊啊 一定是你自己适合的或者你自己喜欢的领域啊找这个垂直的这个领域啊 ok 那如何选择确定我们的内容领域呢 啊 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了同学们啊 你做过哪些事让你自信啊哪些事让你自信啊 比如说新陈老师啊 新陈老师喜欢户外对不对 然后我爬过祖国的很多名山大川对不对 我对户外的这个知识如数家珍啊 户外的这个生存求生户外的装备很了解啊 这些事让我呃很自信那我就可以弄一个户外类的这么一个账号 你说是不是啊你想一想你做过哪些事让你自信啊 我们有同学是做这个消防员的对不对 他对消防知识消防的安全消防的一些操作对不对 他是非常了解的 他就弄了一个消防员的一个账号啊 有的同学是做这个电焊的 他对电焊的一些技术啊一些操作很熟悉啊 他就是弄一个电焊的账号啊 你要思考一下你做过哪些事是让你自信的同学们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做过哪些事让你自信的呢 因为我们自信并不是自负并不是是无缘由的自信 一定是我们做过一些事做成了一些事让我们自信的 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让你觉得你很自信的事啊 大家同学们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之前有同学说我能睡觉我一天能睡十五六个小时 那厉害对不对这是让他自信的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 那也很不容易啊那确实是他能做成的事对不对 有的同学我能宅在家里我宅我能宅一个月对不对 啊像这些的话他也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特特长 或者技能来来做这种账号啊啊 啊这宅男的日常对不对如何宅在家里这些也不容易的啊 大家想一想自己做过哪些事让你自信呢 思考一下想一想同学们思考一下啊 画画啊优闲美年很好啊啊 啊这个让你自信就完全可以结合画画做自己的账号定位啊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呃像优闲美年是真的在思考自己 我们同学真的需要思考 因为做定位你就要思考你自己能做什么 你自己喜欢什么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没有思路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想是懒得想 你像这种账号定位这个事啊还是我们同学们自己来想 对不对啊有呃呃 其实明月汉志冠说唱歌很好 对不对啊想一想自己啊能做什么事啊 什么事让自己比较愉悦 让自己比较自信啊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账号定位 ok我们账号定位包包含什么第一个就是标签定位啊 啊清楚自己是谁啊便能告诉大家是谁 哎比如说你是宝妈啊我们宝妈是我们群体当中非常多的一个 哎有的是户外达人有的是耳机专家有的喜欢玩耳机 有的是人影视剪辑老师等等呢对不对啊 啊ok然后呃儿在这个呃王双斌说我做的好物分享不准抄袭 谢谢王双斌的这个分享和推荐啊大家可以呃呃呃可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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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一个思路啊オーOK在内容设计上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或内容体系 做定向内容的输出 对不对 通过持续定向的内容输出 树立大众对你的认可和认知 比如说你是户外达人 你可以有哪些知识体系 同学们 户外达人的知识体系 可以有哪个户外求生的 对不对 户外的装备的 对不对 户外的这种线路的 这都是你的知识体系 你可以输出内容的 比如说宝妈 我们再思考一个宝妈 同学们思考一个宝妈 如果因为我们很多同学 真的真的是宝妈 他们定位就是萌妈 但是作为宝妈的话 你梳理一下自己的知识体系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内容输出 同学们 大家想一想宝妈可以做哪些 有哪些知识体系 或者做哪些的知识输出 宝妈 宝妈可以分享什么 比如说我就聚焦于 宝宝的腐蚀 对不对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知识体系 是可以 对 先儿已经说了 我们想到一块了 除了宝宝的腐蚀还可以出 还可以说什么 针对孩子的 针对婴幼儿的 婴幼儿的穿搭可不可以 对不对 婴幼儿也可以讲究穿搭 对不对 穿搭 他那个服装的这种选择安全性 穿搭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一个定向输出的一个体现 还有什么 同学们 针对孩子喝的东西 饮料 对不对 还有花年年花 培养孩子的习惯 对不对 对 对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化训练 或者好习惯的养成 这些都是体系 常见 婴幼儿的疾病预防 这个可能需要有医师认证了 这种医学类的 还有什么 比如说孩子这种心理 是不是 孩子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思维练习 对不对 不是经常有那种 针对孩子思维练习的这种 跟辅导课 对吧 孩子的那种思维 对不对 反正是让各种的这种知识体系 集合内容体系 你都可以做 对不对 啊 然后想想 再就是要思考一下个人服务 你能够提供什么利 他的那种帮助自己变现 作为一个表宝妈 对不对 你能够 比如说你你针对腐蚀 你又能够输出这种内容 那你就是通过腐蚀来进行变现 对不对 啊 然后 平台啊 平台塑造啊 借助平啊 借助平台成台自己的内容 也可以借助平台的流量 扩大自己的 影响力 你可以通过视频号 这个平台来塑造自己的这个人设啊 ok 好 然后现在又是一个让大家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啊 啊 那个给自己打三个标签 给自己打三个标签啊 嗯 然后比如说星辰老师给自己打三个标签吧 第一个我是球迷啊 我喜欢看球 看球看十几年20年了 从小就是球迷对不对 世界表演马上开始了 对不对 球迷是我的一个标签 然后 哎 我还是个影迷 我喜欢看电影 是不是 我参加过好多电影节 真的 嗯 然后我还是电影节的评审 平遥的平遥电影节 然后 这是我有标签是吗 我还是个讲师对不对 哎 讲师也是我的这个标签 啊 大家想想啊 你自己也给自己打三个标签啊 这是我们做照定位啊 必须要做必须要想的啊 你自己给自己打三个标签 是哪三个呢 嗯 我们同学们打在公屏上 想一想自己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啊 给自己打三个标签啊 认识一下自己 嗯 有同学吗 思考一下 王双兵给自己打三个标签 花样年华给自己打三个标签 哎 游戏喜欢玩游戏 对不对啊 一个标签 嗯 很好 设计师 哎 王双兵是设计师呢 嗯 嗯 然后悠闲每一年是东漫迷 画画新手啊 游戏玩家啊 这是他给自己打的标签 很好 剪辑师啊 侯长宇是吃货运动啊 骑车啊 这是他给自己打标签 OK 哎 小只同学是摄影剪辑教师啊 也是教师小只啊 然后先是宝妈吃货销售顾问 很好啊 哎 我们看一下这些 这些一些视频号的一些主页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过来瑜伽啊 这明显他的标签是什么 瑜伽运动形体对不对 健身啊 看一下他都关联了自己的这种商品啊 都添加了这种商品 都是自己的一些课程啊之类的啊 视频啊 这是有这个培训 看一下这是欧阳带你飞飞飞 这个户外自媒体 对不对 看他给自己打的这个标签有什么呀 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 勇敢有趣的野生女汉子 什么露营跑步登山摄影传达啊 这是他的一个标签给自己打的啊 然后 看一下啊 三步快速搭建这个账号啊 嗯 如何快速搭建账号 第一个就是选对标账号 选对标账号 之前也是让我们大家创建 我们 嗯 抖音啊 公众号啊 都是让大家先选对标账号 然后呢 对对标账号进行拆解 然后 第三步就是个人账号的搭建 啊 这节课 新生老师就详细教大家啊 如何拆账号啊 如何拆账号啊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绝对没有那个 真正的认真的拆过一个账号 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下啊 希望同学们啊 具备这个能力 这个拆账号 主要是你以后真正工作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对这种竞品 对这个对标账号 进行个详细的拆解分析啊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技能了 好 OK 对于新手来说 最高效的方式 就是去找对标啊 去找你做的同类相当中 已经非常好的账号进行学习 对不对 啊 站在巨人的这个肩膀上 同学们啊 啊 学习一下他们是怎样做内容的 他们做内容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他们的运营模式啊 研究一下他们的商业模式 看他们是怎么变现的啊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艺术类的一个 视频号 对吧 你就可以看一下啊 这种艺术类的这种视频号 他们的这种 呃 呃 内容方向选题啊 这些内容啊 对吧 看一下啊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选这个对标账号 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不陌生了吧 哎 第一个就是搜索这种关键词 细分关键词 直接可以通过什么来搜索 同学们 直接直接就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 是不是同学们 我们比如说 我们可以实操一下 我们之前是用抖音可以搜索 我们通过视频号一样可以搜索 同学们 对不对 点击进入视频号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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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比如说我想做个美食的美食搜索 看这账号不就出来了吗 各种美食的账号就出来了 对吧 这么多美食的账号 找这种对标 OK 同样的思路 然后搜完关键词之后啊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进行数据表分析 进行数据表分析啊 相关信息放在表格里 哎 比如说 哎 我们找到的对标账号 它的名称 它的头像 它的风格 它的调性 他们账号数据 通过表去筛选优质账号 几万家所长 融合各家做的好的这个地方 哎 我们把它列成一个 一个塞尤表格 同学们啊 哎 它的账号名称 对不对 啊 它的内容特点啊 它的标签啊 它粉丝啊 这些账号数据 这项 把它啊 用一个塞尤表 把它罗列出来啊 找几个对标账号 然后 其实 同时呢 我们除了在平台上搜索关键词 我们也通过这个 第三方平台 第三方平台 哎 哎 我们视频号的第三方平台数据 在哪可以看呀 同学们 哎 新式对不对 我们之前推荐过新宝 新宝有个新式的这个 呃 有视频号的数据平台 对不对 也可以搜索啊 你可以看到账号的粉丝数 获赞数 作品数 平均点赞数啊 啊 这些数据都可以的 可以搜一下啊 比如我们搜个 百度搜索 搜索用百度啊 其他搜索不太行 然后新 绑 OK 新绑 大家看一下新绑 看有公众号的是抖音号 小红书 视频号 我点进去啊 这里面就是新式啊 就是视频号的数据 这里面都有的啊 视频号 对不对 这里面啊 各视频号的数据啊 名称简介 这些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找到对标账号之后 把它的信息罗列好之后啊 将将这个账号信息放在表里 他的头像啊 名称 头像风格调性 开头结尾啊 通过表格对比分析 找到账号本质去模仿 而不能只学到表现 我们要这就是我们要 开解的东西啊 名称 头像风格调性 开头结尾啊 还要做详尽的数据分析 包括他的选题是什么 标题文案是什么 拍摄手法是什么 背景音乐什么评论是什么 看是非常细致的 我们拆一个账号 连背景音乐评论这些 都要一一拆解 总之一句话 要把数据拆解到极致啊 拆解到极致 能拆的就要拆 对不对啊 包括他的封面 字幕这些都不用说 这是最基本的啊 OK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要拆解的这些信息 有哪些啊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基础信息 没错 你拆解多了 绝对是高手了 你对这个 你对这个内容类型啊 你会非常了解 你就知道它是怎么运营的了 我们要拆的账号 比如说基础信息 它的类型是什么 它的名称是什么 它的标签是什么 它的内容特点是什么 它的头像是什么 它的签名是什么 然后 视频数据进行拆解 它的这个视频 这个账号的视频 它的时长是多少呢 这30秒是一分钟 对不对 这些需要我们拆解 但点见最最高的内容是什么 粉丝的特征是什么 对不对 还有视频画面 它的整体世界效果是什么 视频封面是什么设置的 视频中间是什么 视频结尾是什么 视频开头 对不对 它的视频声音是人声啊 是配音啊 是配乐啊 它视频文案 那视频简介评论区这些都要进行拆解啊 哎 我们现在就拆解一个账号 现场就拆解一个账号 嗯 看一下我们同学们能不能分析出来啊 OK 现在就拆一个 拆解一个账号 比如说这个甜甜美食剂 同学们啊 甜甜美食剂啊 OK 我们要拆解什么 先把它的基础信息 我们看一下啊 基础信息 它的类型是什么 同学们 类型是什么啊 美食类账号 对不对 甜甜美食 美食剂啊 每天都是做这个美食的教程的啊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一个视频 就了解了 美食也可以细分啊 大家能听见声音吗 听见不了 是吧 我好像是声音 再试试一下 传音没打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 点一个视频 看一下 我告诉你啊 天气越来越凉 这碗暖乎乎的胡辣汤 你一定要学会 做法非常简单 只要你会烧开水 那就能轻轻松松的搞定 首先 准备一根大葱 给它切碎 再准备一点香菜 也给它切碎备用 锅中倒入一碗清水 然后倒入一包 这个胡辣汤调料 记住啊 一定要冷水倒入调料 这样才不容易起疙瘩 这个调料是大厨 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其他的油盐 酱醋 任何调料 看完我们的随便点一个 我告诉你啊 以后大白菜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么做 好吃又下饭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在视频的特点 你在家 就能轻轻松松的 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将白菜杆子用 OK 我 我告诉你啊 以后这种生菜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么做 大家发现特点了 这个视频 营养又美味 家常 而且做法还特别 家常很好啊 家常菜的美食较长 这是他的类型 这是他的类型 OK 我们继续来拆 他的标签 家常菜 对美食教程 内容特点 就是家常菜 也是家常菜的美食 家常菜的 家常菜的这种教程 然后头像 他的这种签名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他的 这是他的签名 每天更新 谢谢你的关注 每天持续更新 对不对 视频 视频用到的调料 在视频 左下角有链接 可以购买看一下 这是他的商品 橱窗 这有一些调料 一些厨房用品 是不是 人家这也有他直播的 直播的时间 这些都有 OK 这是他 我们分析他的基本信息 把他罗列出来 然后拆完 拆拆完他的基础信息之后 我们再来拆一下 甜甜美食记的视频数据 时长 点赞最高的内容 粉丝特征 OK 我先看一下 时长 他的视频时长 我们拆一下 是多久 我们观察一下 随便点开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时长是多少秒 是44秒 我们点一个视频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视频 是多少秒 随便点了 我 煮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饭了 这个是41秒 是吧 然后 氧又美味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 看一下 这个是42秒 同学们 他的视频时长 是多少秒左右 同学们 他的是不是 所有的视频 时长就是40多秒 我告诉你 真的是随便 这个50多秒 就是四五十秒 看一下这个 我告诉你 以后你要是想 这个46秒 他的视频时长 就是四五十秒左右 对不对 就是四五十秒 非常一致 不可能一个视频 40秒 另外一个 就是 两分钟 不会的 都是非常标准的运营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点赞最高的内容 我们要分析一下 他的点赞最高的内容 以及粉丝特征 点赞最高的内容 我们在哪看 看一下 这个有十万加的点赞 这个也有十万加的点赞 这三条是比较高的 看一下 这三条 他的分析下 他的报款视频 点赞最高的 就是报款 以后你们在家里做 分析下 他报款视频 是什么类型的 都是这种 可能是比较家常的这些 是不是 首先将白萝卜切成片 我告诉你 以后这种鲁鱼买回来 不要乱使清蒸了 这是他的报款 那种 我们要分析一下 然后 我们看一下粉丝特征 他的粉丝特征都是什么样的 这个的话 我们在哪可以看 这个由于可以在第三方数据平台 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粉丝特征了 是可以看的 粉丝用画画像 第三方数据平台可以看 现在新生老师就不给大家 现在新生老师就不给大家说了 就不给大家来演示了 大家可以去登录看一下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的视觉效果 同学们 分析 再拆 拆他的视觉 视频画面了 刚才拆完视频数据 我们再拆视频画面 他整体的视频效果 视频封面 视频开头 当然还有开头 中间结尾 他们整体的风格是什么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盾 整体的这种风格 是不是看上去 今天教你一招 四哥很肉人 是不是 然后他的封面是什么样的 封面统不统一 同学们 拆一下他的封面 他的封面有什么特点 同学们 就像我们同学说的 视频效果比较简洁 注重于菜品 没错 我新生老师都没总结出来 我们同学们一下子 以后机器买回来 都是这种菜品的 这种 你只要多加镜特写 是不是 这是他的视频的风格 注重于菜品 对不对 比较简洁 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元素 我告诉你 都是这种菜 以后你要是想喝酸辣 OK 看一下 他的封面都是黑色的封面 是不是 都是黑色的封面 非常简洁 只突出这种菜品 这是他的封面的这种设置 但是其他的未必就这么设置 我们看一下 别别的美食博主 未必就这么设置了 封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风格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就不是说那种黑黑底的封面了 对不对 这个还加了加了什么 同学们 还加了这个标题 是不是 也是统一的加了标题 这是他的风格 每一个账号的风格其实不一样 你看这个的封面和那个风格又不一样了 人家是数着加的 对不对 看一下 人家数着加这个标题 会说上这道菜的名字 但是我们看到甜甜美食 他就没有人家一个字都没有 是不是就只读出美食 没有文字信息 显得非常高级 是不是 这种黑色的 OK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 他的视频风格 视频封面 然后再分析他的开头结尾 刚才我们那个 网上冰同学已经发现了 他的开头有什么特点 同学们 我告诉你 开头 开头 开头有什么特点 特别好吃 首先将大 你应该能看出来 我告诉你 以后你们家要是杂肉丸子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是不是 他所有的视频 开头全是我告诉你 要怎么做 以后我花生 你不要老去 我告诉你 对象 这是他的特点 然后 他的中间怎么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吃辣椒炒牛肉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真的比你想象 他会告诉你 他有什么特点 他的做法有什么优势 对不对 然后会展示成品 然后再展示过程 不要切得太厚 给他切的薄一点 那要吃上去才 看完这个吧 往后拖拖 一小包就可以炒一份 其他视频结尾有什么特点 将他快速的翻炒 两分钟就能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是不是很简单 以后你们要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所有的 都是这个套路 你可以试试这道 我看一下最后 是不是很简单 看是不是 做酸爽过瘾 越吃越想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 你也做起来吧 我们会发现 他结尾都是你也做起来吧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很简单 粉症肉这样做 肥而不腻 香气十足 全家都爱吃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他的结尾都是赶紧动手 做起来吧 人家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框架和结构的 赶紧动手做起来 这是人家视频结尾 这是我们拆的他的这种账号 然后拆完这个视频画面之后 我们要拆他的视频声音 刚才那个视频 他的是人声配乐配音还是配乐同学们 他的视频声音是什么 同学们 刚才我们看了 我们再看一个 再听一个吧 是人声 还是配音 以后你们花生 你不要老是油炸了 你可以试试这道触破花生 酸爽过瘾 越吃越想吃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我告诉你 以后这么豆腐买回来 OK 他有配音吗 同学们 没有配音 也没有音乐 也没有配乐 就是人声 是不是 像我这么做 做法非常简单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首先 他说这个声音是AI配音 还是说他人声配音 同学们 我感觉这个不像人 油炸吧 AI配音吧 不是吧 再听听 我告诉你 以后这种油卖菜买回来 就像我这么做 青春爽口 营养又美味 而且 就像我这么做 这应该是人声 AI他不会有这种气声 自己配的音 同学们 人声 这个是人声 不是找那种AI 或者什么配音的 然后也不是 有背景音乐吗 同学们 没有背景音乐 没有背景音乐 OK 这是我们拆了他正好 然后我们要分析 他的视频文案 视频简介 还有评论区 我们要拆视频文案 他的视频简介 评论区 看下他的标准 标题有没有套路 评论有没有套路 OK 比如看一下 这个 看一下 他的标题 有没有套路 同学们 什么白注 有麦菜做法 有麦这么做 比大一段有好吃 加了一些话题 什么好物 种草得流量 什么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 他的评论区 评论区 他评论区 好像没有回复用户 但是 这个标题 就是这么起的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标题 看是有没有特点 随便点 我告诉你 以后你们炒鱼买回来 不要老是 都是 你就像我这么做 好吃又下饭 而且做 他都是 蒸鱼 蒸草鱼做法 做法简单又好吃 我告诉你 以后你们 看一下他怎么说 那要炒鱼做法 做法简单又好吃 看一下标题 是不是也有套路 什么什么的做法 菜品的做法 做法简单又好吃 简单又好吃 这是他的这个标题的 简介的这个套路 再看一个 简单 首先准备一点青红椒 大蒜切成片 再准备一点羊 OK 这是他的风格 他所有的 他的标题 视频的标题文案简介都是 什么什么的做法 这样做是超级好吃 这是成熟的运营 这是成熟的运营 就形成自己的sop流程了 对不对 这样就是不用每天想这个标题了 我们标题怎么起都想好这个格式了 OK OK 王生病说 这不是教人做菜的 是卖佐料的 这就是通过这个来变现 通过 你看比如这个 我告诉你 以后人家 但人家教了这个菜品的 这个教程 人家下面有相关的 这种粉蒸肉的这种调料 那是很合理 很符合逻辑的 很自然的 对不对 当然 当然就是要通过这些来变现 OK 这是我们拆解了这个账号 拆解了他的基础信息 视频数据 视频画面 视频声音 视频文案 我们把所有拆解的这些信息 整理到表格当中 对吧 这些视频基础数据 他的画面 他的声音 他的文案 对不对 他的头像签名 这些内容特点标签 整个我们用表格把它罗列出来 看一下视频的封面中间结尾这项 大家用一个塞表格把它填上去 你这样拆几个视频之后 你还怕没有思路吗 你不怕了 不怕了 OK 然后这是我们说的快速搭建账号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一下 我觉得你真的这么详细的拆一个账号 你肯定就是后面运营得心应手 会极大的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因为你知道标题怎么弄 对不对 你知道你的评论怎么弄 你知道你的视频的开头结尾怎么弄 都是标准化作业流程了 OK 你的封面对不对 这些都已经确定好了 OK 然后拆解后不能一位照搬 还要考虑平台属性和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制定自己的账号方案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自己的账号方案 然后 进行个人账号的搭建 我们拆完账号之后 确定了自己的账号方案之后 我们要进行自己的个人账号的搭建 包含哪些信息 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账号信息 也是用一个赛要表格 你的头像名称账号 介绍标签账号特色等等 你的视频 画面时长 我是要弄多长的 我的封面设计 我前三秒设计 后三秒设计 人家前三秒是 我告诉你后三秒是什么 快点做起来 对不对 然后结尾如何引流 剪辑风格等等 把它提前就想清楚了 OK 视频声音 你是用人生背景乐 还是专业收音 然后还有视频文案 你的视频的标题设计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种套路 视频简介的设计 评论区文案设计等等 你有做的更进一步 就是评论区 你也会引导用户 回复用户 如何回复用户 也可以找几种 这种回复的这种模板 OK 就搭建个人账号 个人账号搭建 依然是用这个 一个塞尔表格 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信息 用表格的形式 把它确定下来 就不怕 后期就运营 绝对得心应应手 OK 为什么同学们 因为我们搭建完账号 这些看似基础的这种信息 其实在视频号里挺重要的 你的头像 你的名称 你的简介 你的视频封 视频号的封面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视频号的关注链目 和抖音快手不一样 大家想一想 你在抖音快手刷视频 是如果觉得内容好的话 可以直接在视频 右侧 点击关注 而视频号不是这样的 我们视频号的关注链路是什么 内容尾部引导看头像 然后点击头像 点击看头像之后 看一下你的账号简介 然后再看一下内容封面 觉得内容策划的比较好 我再点击关注 我们可以实操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号 这绝对是我建国最 比如说刷这个视频 以后你们有点伤感的头像 阿星头像馆 对不对 点击进去 然后我们会看一下他的这个 有点伤感的头像 我们会看一下他的头像 看一下他的简介 看一下他封面 觉得这个内容调性挺统一 看上去比较好 点击关注 对不对 我们再刷 看这个小姐姐 身材可以 是不是 点击看头像 点击进去 然后看一下他简介 封面 看来是经常更视频的 是不是 然后不会说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以后会天天更的 我们就关注一下 这个小姐姐我关注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刷 牛牛美食已经关注了 看这个什么潮粉节 点击他的头像 看一下 看一下他简介 看一下这个潮粉节 这个内容 封面视频弄得还不错 点击关注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视频号的关注链路 视频号的这个关注链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同学们发现了一些什么 他这个是大数据推荐的 和我无关 大数据推荐的 然后看一下账号信息设置 看一下账号信息设置 我们账号信息设置在市民号里很重要 看一下继续是我们账号搭建 投向积程是吸引我们关注的 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药火声音训练营 一看就是做做波音的训练声音的 然后人家头像是一个麦克风的元素 也和我们的声音训练也有关 然后箭头 行为暗示吸引关注 看一下这个小箭头 对不对 你在简介里面可以弄上这种箭头 引导关注 是不是 点击右三方 黄色按钮 关注我们引导的 账号介绍 给人一关注的理由 什么定时分享行业知识 技能干货 职业经验 让声音创造价值为使命 然后说自己什么专注互联网声音 职业化培训 这是他的一个账号介绍 给你一个关注的理由 然后内容封面 看一下封面是否一致给人吸引力 对不对 一看那封面都是一致的 一看就非常专业的 这样用户觉得你是个专业的账号 有质量的账号就会关注你 然后说了账号的主界中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头像的点击率 头像点击率 第一个取决于视频内容引导 肯定是你的视频内容优质 是前提 我们会点击他的头像关注 另外的话 取决于视频剪接引导 你看 关注我每天换新发行 这是人家会写上这个 对不对 关注我每天换新发行 那你就会关注他 会点击这个头像 对不对 然后取决于热评文案 对不对 点击头像进入商品 可拍下商品 对不对 是在评论里面 你可以弄热评的文案 加上去 你看这个是点击头像进入商品 即可拍下宝贝 这是一个毫无分享类的账号 然后 个人主页的关注率 让用户觉得需要关注你 你要在几个方面 要符合用户的预想 首先是什么 同学们 内容数量 人家一进入主页一看就一个视频 是不是 人家肯定不关注了 对不对 一看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持续运营的能力 再看的内容数量够了 人家再看的内容质量 是不是好 怎么看你的内容质量 先看你的封面 一看封面都设置的很合理 那肯定很好 还有看什么 看你各个视频的首行文案 你的文案看这些什么深度干货学会什么 什么这项这些文案 看你写的是不好 然后自我介绍文案 承诺文案等等 看自我介绍这是什么 想学习篮球技术吗 想篮球技术有需要提高吗 那就关注我 这是承诺文案 对不对 你什么可免费获得一份快速提升篮球技巧的秘捷 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同学的视频号简介 你们能达到这种专业的水平 要多看几个大V找对标账号 你的简介头像 这些一定要达到这种专业的这种水平 OK 我是谁 关注我可以得到什么 这是一个套路 这是我们自我介绍的这个文案 OK 我们再看几个账号 离遇形体瘦身 看这简介写的 是不是一看就是个很专业的账号 我们先别管我内容能不能持续运营 最起码你把账号主页弄得就非常高大上 非常专业 非常有策划意识 对不对 先别管我后续的内容 先把账号主页先弄专业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这是人家的视频区 对不对 这封面都很统一的 这样的一看肯定会想关注的 OK 我们可以看几个视频号 同学们 这个小飞飞 这是好物分享的一张号 这个要不要关注同学们 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个感觉 内容数量是可以的 内容质量呢 也就那样吧 再刷 再加染发 再加染发的 看一下 再加染发 看到视频数量 视频数量也就7条 不太多 是不是 视频封面 似乎也没有多少 刚刚运营的账号 应该是 你看一下 两天前 刚运营的账号 同学们 这是新起的一个账号 看最新发的视频 都是两天前的 看一下 这是新运营的一个账号 然后看一下 关联的商品 很明显是关于染发的 他带这一款产品就行 他只要运营起来 带这一款产品 能赚不少钱 看一下他的这个测 他的标签 再加染发 染膏这些 这个是很典型的 一款 就是带货的这种账号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要不要关注 都是我推荐小姐姐的 说越看这个 越给我推荐小姐姐 这是不付视频同款 这又是一个 好物分享的一张号 但是他这个 毫无分享类账号 他这个不太专业感觉 是吧 他这个就差一点 没有策划运营的意识 他的封面都不统一 是不是 明白 也没有什么简介 也没有简介 很乱 这是健身的 OK 我们休息吧 休息 休息10分钟 同学们 我们讲 讲完这个账 刚才讲 详细讲了 这个账号的拆解 然后我们下面 讲那个视频号 引流推广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休息期间 我们可以看个视频号的直播啥的 啊 好视频号进入网看视频号 这是他的主页 看一下 视频号直播 看什么样的直播 同学们 先看一些日常生活同城颜值 大家想看什么 音乐 我 看着这么瘆人这些 东西必须得准 说说白了 质量必须得过关 是吧 大家就放心的吃 放心的用吧 来 最后他十个数 你能拍多少就拍多少了啊 有没付款的 你抓紧时间 要不然咱们呢 还得提库存 是不是 看唱歌的吧 谢谢 开真 谢谢 我首页推荐 怎么没得人气高一点的呢 还是声音轻 我再调整一下啊 你看啊 这 这是 这是 微信的推荐机制和其他的那种就不一样 而基于熟人机制来推荐的 它不像是那种 它是去中心化的 它不像是抖音啊 或者是B站给你推荐的 都是那种人气比较高的 对不对 在首页的 而结合你自己的这种朋友圈 对的 你看 这个 想找一个人气高的 对对对对 谢谢啊 感谢我酷哥 感谢米丽哥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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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酷哥 酷哥 酷哥 酷哥辛苦了 谢谢 刚才这首歌是为咱们的所有的亲爱的刚刚点亮粉丝灯牌加入四川亚安胡子哥快乐大家庭的所有的家人们的 王双冰说一个电脑多个平台直播甚至什么社会忘了这 他其实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平台啊他都有自己的直播的这个后台 比如说视频号 他的直播就要视频号助手抖音直播也有自己的直播的这个后台啊你就登入相应的这个平台的 直播后台就可以了啊 看会带货的吧 还是抖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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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打包我跟你吹 扬扬扬才艺他都会 他今天说也要帮我找 姐姐就叫往打包 妹妹经常给我发信息 她说自己好着急 我妹妹经常给我发信息 她说她想找个老公 要不然我把我妹妹叫出来算了 行不行啊 出来看一下 你想不想看 跟你们七万人的加码 你们想不想看我妹妹 想你打个响子来 帅哥 我有一个亲妹妹 看这儿配料 玉米山药猴头菇和冰糖 前两天有两个账名来公司找我 就给我送了一箱 很不好意思 然后就拿咱的自饮品给她 送了一大堆 这都开了一个 看下东方甄选董与辉的直播 比如在办公室你也可以冲 家里有老人你可以给他买一些 孩子也可以买 热水一冲就好了 产地是河南开封 之前给大家讲过 开封也是一个古都 而且因为黄河屡次泛滥 所以开封就是 有一句话叫什么 开封城 什么什么地下埋着几座城 就是他每一次黄河泛滥之后 其实会覆盖原有的城市 所以他越来越那啥 大家都应该高中学过 黄河的河底是开封 比开封塔 这个塔尖还要高出7米 山药对人比较 好喝起来很舒服 但是我不能讲具体的功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然后还有猴头菇 OK你知道 没了是吧 卖这么快 我猜这个是卖坚果 我们现在摆盘已经越来越精致了 这个是 这个东西叫什么 火龙果 Dragon fruit Dragon fruit 还有芒果 对吧 还放了一些坚果 绿色的是 这是啥 真的吗 是清清是吗 Really 但那是甜的呀 清的清是不应该是色的吗 啊 有清的吃的是吧 还有抹茶粉 反正那个星星和月亮 阿姨变了 不再是从前那个少年了 OK同学们我们来啦 我们继续讲课吧 继续讲课啊 OK我们讲这个视频号的这个引流推广 我们视频号如何涨粉 对不对 如何引流 如何推广 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内容维度 我们一直都说 内容维亡 一切都是 一切的前提都是有优质的内容 有人优质的内容之后 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运营层面 进行一个巴黎 对不对 所以两个维度 一个是内容维度 一个是运营维度 先看内容维度 一切运营增长都要建立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 从视频维度出发 吸引人的开头 有获得感的证文 有设计性的结尾 从文案维度出发 视频的标题 视频的简介 结尾的文案 这些都是内容 其实我们在拆解账号的时候 这些我们都想清楚了 对不对 好 然后 好封面 吸引用户停下来 好吗 吸引用户看下去 好标签获取更多流量 看一下 这个是 它的好的这种封面 对不对 小姐姐的封面 我知道为什么给我推荐小姐姐了 因为我 我做客的时候 我会找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账号 然后可能我有关注他们 对不对 有截图 他们就给我一直推荐这种账号了 看一下 这个封面都很统一 是不是 都很有调性 然后 点赞关注的轻微引导提高转化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评论及弹幕引导都可以引导关注 然后前些内容去抖音和视频号里面找最火的内容 拆解模仿就可以了 依然是拆解模仿 看他这是这些标签 艺术绘画 给大师学创作 艺术家等等 这些都可以自己加这标签 然后我们再看内容维度 再看运营维度 然后 第一个就是玩转平台推推荐机制 朋友们 就是视频号的核心在于熟人推荐机制 我们之前讲过抖音的推荐机制 他是不是流量赛马机制 对不对 抖音会给你一波两到三百的基础流量 看你的视频的数据反馈 如果你视频的点赞 什么评论 玩播率高的话 再给你推到更大的流量池 还是这样一波一波的推的 对不对 而视频号不是的 视频号是熟人推荐机制 为什么 因为视频号就背靠微信 中国最大的社交应用 中国所有人的关系链都在微信上 所以他的推荐机制是熟人推荐机制 和抖音不一样 和抖音不一样了 基于点赞分享机制 进入他人流量池 大家进入自己的视频号的 点开发现页 你会经常会看到什么 等五个朋友点赞了 这都是点赞的 你的朋友点赞的视频 会优先显示在你的视频号这块 OK 当你推送视频时 会展示给微信好友 当微信好友点赞某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视频就会显示在 显示给他的好友看到环环相扣 这就叫熟人推荐机制 这是我们微信特有的推荐机制 OK 然后看一下 好友点赞 推给好友的好友 点赞更多 点赞更多 多后推给更多人 就一层一层的推 这叫熟人推荐机制 所以 所以我们最简单的窍流 最简单的窍流 就是熟人点赞评论并转发 对不对 就是我们自己发了视频之后 一定要让我们的朋友 亲朋好友帮我们点个赞 他一点赞 是不是他朋友圈的人都能看到了 对不对 他朋友圈的人可能再有两个人点赞 他然后其他 然后他点赞的朋友圈的人又看到 这样一层一层的推下去了 假如是运营公司账号是 可以利用内部资源 让你的同事 让你同事帮你点赞 这肯定的 对吧 实现第一轮的流量的流量池的跨越 看一下 我们要做哪些操作 第一个关注 点击投像进入主页 关注这个账号 让我们的朋友同事关注我们的账号 点赞 让他们来点赞视频 点赞留言区视频主的留言 不但点赞这个视频 也可以点赞这个留言 但是评论可以自由发挥 在视频下方进行一个评论 然后转发 转发相转发到相关的微信群里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做影视剪辑的 你的视频就发到影迷群里面 对不对 你是做同城的同城类账号 你就发到本地的吃喝玩乐群里面 对不对 引导点赞和评论 将该视频发到朋友圈 然后完播 确保视频完整播放 可以让视频自动播完几轮 这是提高完播 然后 点赞就是传播 要重点去运营好真实粉丝的点赞 视频发出来半小时内 做好点 完播点赞 转发等数据包装 就让我们的朋友同事 对不对 不过 玩转敲流机是最根本的还是内容 如果内容不行 你找别人点赞之后 可能也就你的朋友点赞 其他人就可能 其他人可能就不会主动点赞了 内容够新鲜 用户有获得感才能形成长效的自传播 你比如说这个视频 像我的朋友有四个朋友点赞 他肯定就是形成自传播了 如果内容不行 你只是朋友为了 为了这种社交压力点赞 但是其他人不会就不会点赞了 他就可能数据就不太行了 不会形成自传播 好 第二点就是我们完战运营方法 看一下 基于视频的引流方法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 账号简介引流 内容描述引流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视频同款书籍 点击链接即可购买 这在简介里引流的 对不对 然后内容描述引流 对不对 点击什么下面链接 这些扩展链接引流 这些都有 然后评论区也可以引流 对不对 然后视频内容领流 账号互推引流 视频直播引流等等 这些 这是我们基础的一些运营手段 然后 当然还有是 可以通过其他的图论进行引流 比如说微信群 把我们的视频 视频号的发到微信群 社群朋友圈引流 这就是视频号的一个巨大优势 它其实是有关系链的 你可以发到社群里面 可以发到朋友圈里面 也可以群发给自己的好友 抖音就没有这个优势 没有这个关系链 OK 公众号引流 就是我们关联了 我们自己的公众号 不是 可以关联自己的公众号 通过公众号来引流 因为我们公众号发的信息里面 也可以直接发我们视频号的信息 都是可以的 与其他视频号互推引流 利用爱的功能 也可以通过热门评论引流 热门评论怎么添加 可以其他的这种社区 比如说网易云 B站 C右 找一些神回复来学习一下 其他引流平台 比如知乎 小红书 微博 即刻 这些通过第三方平台来进行引流 另外的话 还可以通过什么引流 付费引流 付费引流 可以花钱 抖音 你可以投抖家 是视频号可以投吗 同学们 当然也可以 做信息 新流投放 或者第三方合作 推荐引流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操一下 进入我的视频号 看自己的视频 点击我 点击视频号 这是我们的影视后期账号发的视频 比如说这个我看数据是3000多 大家看一下 它的观看量3000多 明显高于什么其他的视频 我这个可以推一下流 对不对 我可以推一下流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同学们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这有一个上热门 你就可以做付费推流 点击 创建这个加热计划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有这个优化提升的目标 你可以是提高你的点赞 平均顺 也可以是提高 这个关注顺 就是涨粉的 也可以是提高完播顺 都可以 比如说我这个我想涨粉 我点击关注 那个关注数 当然如果你是想商品引流 你就是要添加商品链降 现在我们的粉丝 粉丝至少得1000才能达 添加这个商品链降 我们添加不了 OK 期望覆盖人数 比如说这是1600人 8000人 对不对 我们可以私定义 比如说我们想让8000人 想覆盖8000人 然后这有加热方式 智能加热和定向加热 你可以进行定向加热 OK自己选择这个目标用户 他的作者粉丝 群聊男女性变年龄地区 这些都可以选择 我们就用智能加热 然后可以点击下一步 大家说看一下 这个8000人覆盖8000人的话 需要支付 那个 那个2400个微信道 大概需要多少钱 同学们 我们可以支付一下 微信道不足 2400个微信道 看下多少钱 大家看一下 这个10个微信道是1块钱 所以覆盖8000个人 需要花费240块钱 我们小币载质说的 看来非常熟悉 看来冲过微信道是不是 我是从来没冲过 看来有同学冲过这个微信道 OK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付费退流 然后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 做活动 我们刚讲了活动引流 对不对 做活动 永远是引流的方式 可以设计这种裂变活动 红包活动 抽奖活动等等 当然也这个发布时间 也可以总结一波 看什么时间发布比较合适 OK 然后讲完我们的视频号引流 引流增长之后 我们讲这个视频号的变现 同学们 视频号如何变现 其实变现方式就那几种 同学们 看一下 一个内容 如果没有商业变现的机会 很难产生优质的内容 所以大家 没断 哎呦 好好好 同学们 刚才发生个意外 我的这个屏幕突然黑屏了 突然黑屏了 现在没问题吧 现在大家能看到直播画面吧 刚才黑屏了 吓我一跳 我说直播 以为直播中断了 现在没问题吧 同学们 给我反映一下 哎 大家扣个一帮我 现在没问题吧 直播画面 同学们 好 谢谢先 谢谢先 吓我一跳 刚才黑屏了 嗯 好 OK 我们看一下视频号的这个变现方式 谢谢大家反馈 第一个就是电商变现 电商变现 直播带货变现 电商是通过什么 这个商品 添加这个商商品橱窗 我们刚才已经实操了 让我们同学们 就是去选品中心 你可以进行无货源的带货 结合我们自己的账号定位 你比如说这个燕子爱跑步 是跑步的账号 他肯定带的货是什么 就是这种跑步 短裤 对不对 这种跑步衣服 对不对 也可以通过什么广告变现 你可以接广告 也可以接流量主广告 也可以和第三方合作都可以 第三个就是私欲变现 私欲变现 你可以关联自己的一个企业微信 是不是 这我们的视频号 不是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吗 你可以把你的用户沉淀到你的微信里面 卖一些课程 卖一些教程 对不对 这是我们视频号变现的几种方式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看几个账号有没有变现 看一下他们是总变现的 我们 我们 点击发现页 视频号 我观察一下 看橙子变 这个是青蛇鞋叶 看一下他是总变现的 这是直播变现 面型的 这是通过直播带货变现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商品橱窗 OK 有商品橱窗也也通过商品橱窗变现 就这两款商品橱窗里面 好 我们再看其他的账号 凡小鱼 你像这种账号是通过什么来变现的 同学们 他肯定也是是一个健身博主 通过什么 商品带什么 健身器材 是不是 他有没有课程 有没有 看一下他有没有通过私欲变现 如果是通过私欲变现 他肯定是留自己的微信 这个是没有 他如果是有的那个博主会留下自己的那个微信 对不对 可以通过私欲学他的课程进行变现 这个没有 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这个是艺术体操 这个目前应该就是主要进行品牌宣传的 应该是通过线下的课程进行变现的 OK 现在还没有添加商品 也没有看到课程 可能就是先做品牌宣传 可心法式 这个就是通过电商变现的 酒吧 这是个人的一个三农博主 这个可能是接广告什么变现 目前看他没有关联 这个商品出窗 也可能通通过直播 又是个健身类的账号 这个 这个目前他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 应该就是采集各种的这种健身的 网红的这种是网红的视频 不是应该不是一个个人的账号 OK 然后我们来继续 看一下这是电商直播变现的这种方式 可以通过直播变现 然后 广告变现定时广告 叫植入广告 其实我们微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广告主 我们点击进去 看一下 我进的这个主页是微信广告的这个主页 来看一下 视频号流量主 你可以作为视频号的流量主 看一下 他有这个 大家注意 这是微信广告的一个主页 可以搜索就可以 你看有公众号 流量主 视频号 微量主 小程序流量主 有什么这些都有 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号的流量主 还可以开通 看一下他有要求的 开通 这个需要什么 比如说视频号小任务 需要粉丝数100以上 视频号互选 我需要1万以上 他其实对你的粉丝量是有要求的 看一下变现模式有哪些 小任务 接单可以进行接单筛选任务发表视频 也有视频号互选 接收任务一样的 然后这是通过广告进行变现 定制广告植物广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通过思域变现 就是把它引入社群 你看这就是卖房的是吧 卖房的房产中介 人家弄一个房产号 然后引入到自己的社群里面 也可以进行变现 我们 看一下我们这些课的总结 我们就这节课就把我们视频号 所有的模块基本都讲清楚了 我们讲了认识视频号 视频号的价值 主要是视频号的创建认证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视频号的定位 以及视频账号的搭建 主要是讲了对标账号的拆解 如何拆解一个账号 然后把这些拆解的各项要素 罗列出来 罗列到一个塞表格里面 引导我们后期的运营 然后讲了视频号的引流增长 内容维度和运营维度 最后讲了视频号的变现 视频号变现就这几种方式 通过我们的电商变现 或者直播变现 通过接广告 流量主广告变现 三是通过思域变现 可以想一下我们后期 我们自己的视频号是通过什么变现 OK 然后留下我们本节课的作业 希望我们本节课作业和我们之前作业一样优秀 说实话 我们之前我们同学作业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 都做得非常好 OK 我们今天的作业要求就是提交个人视频号 账号主页截图 我要求我们结合自己的账号定位 设置你的头像 昵称简介 你的头像 你的昵称 你的头像 你的简介 对不对 把它设置好 主要的 还有一个实操的就是关联公众号 把你的公众号关联上 你看比如说可可书八八 它关联的自己的公众号是小站育儿手册 你的公众号 可以和你的视频号的名称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但是定位尽量一致 就不要差太多 对不对 名称可以不一致 定位尽量相关 对不对 你看人家叫可可书八 读书八是个读书类账号 这个是小站育儿手册 它可能就是一个育儿书籍 所以我们的视频号的定位和我们公众号尽量一致 尽量大的赛道方面一致 名称可以不用一致 然后也不用完全细分方向也不用完全一致 但是大的方向是一致的 OK 然后结合内容添加商品 结合你自己的内容定位添加商品 比如说你是读书类账号 你添加商品肯定是书籍 对不对 书籍的这种 你是做健身的 肯定是添加的在选品中心添加的商品 肯定就是健身器材 运动服装 你做美食的可能调料厨房用品这些 所以像我们我吃水手说自己还没有想好定位 定位 新陈老师刚才也告诉大家如何找定位 是不是 然后如何拆解账号 这个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思索一下 思索一下 做好定位之后进行我们账号搭建 然后关联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添加这个商品 添加到商品橱窗 希望大家认真操作一下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工具 对如果你想做这个个人ip变现 视频号肯定要做的 因为它非常方便 能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 能发到你的社群里面 对不对 微信群里面 能转发给好友 大家可以把视频号搭建起来 一定要搭建的专业一点 一看是一个专业的这种账号 对不对 你先别管我们后期的内容 能不能持续运用 但是你这账号搭建必须专业 对不对 我的这个名称 我的头像 我的简介 然后我的这个关联的这种商品 都是非常专业的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没有问题吧 同学们 视频号的这个作业 之前我们的微博 包括公众号 包括我们的抖音 做的都不错 这个视频号 希望我们继续保持 OK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了 然后期待看到我们的作业 期待看到我们作业 我们下节课是周四 下节课是周四 周四的时候 希望能看到我们同学们优秀的作业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了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悠闲每一年 晚安 谢谢仙 谢谢青蹄子 谢谢侯昌鱼 我现在要关闭上传视频了 结束直播了 大家晚安 呀 céu 什么事 呢 是不是 hierarch 这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